大家好,歡迎來到族友通訊站 我有沒有跟你拍過的? 當然有 只有兩個? 只有兩個有,一開始就對了 我和你一起拍過的 是呀,不能說出來 今天Debbie在哪裡? 她很開心,黃屋爆 Debbie因為有事,而今天也是錄影 Debbie要拍攝工作 我們主要在星期五錄影,變相時間就不到 變成沒辦法,由我頂她一集 多謝你,真的 原來我發覺這麼黑的 是我白而已 黑得這麼厲害 如果是Debbie在你旁邊,你們是一樣膚色的 好的,今天是雙十節 我們在這裡緊祝台灣的中華人民國 對不起,說錯了 中華民國 對 雙十國慶,恭喜他們 對,恭喜他們這個節日 希望他們繼續可以繼續下去 沒錯,如果是另一個中國 如果是慶祝國慶 我們只會慶祝另一個中國 中華民國的餐 對 同時之間是甚麼? 重陽 其實是否補價 重陽是補價 我不知道各位還有沒有今天上去登高 登高嗎? 你說的是重陽登高 我從上到第一次都沒有登過 不是,登高是不是很高 我又跌過下來的 Vian,你知不知道為何重陽節要登高 為甚麼? 你真知道還是不知道? 不是,因為我家族沒有登高有的習慣 沒有登高有的習慣 但我讀書又聽過 不過我就不記得了 話說以前有一條粉牆叫做緩景 不是緩交 不是緩交 他是緩交的弟弟 叫緩景 緩交就是換了一些景況 這就叫緩景 緩景是遇到一個術士 或者老人家之類的物體 9月初九 你老虎蟹 不知道是不是 找人遇到一個潘發江師傅的物體 就叫他 你初九有這麼高就這麼高 有這麼遠就這麼遠 帶上家人 琴速或者什麼都好 有這麼遠就這麼遠 去高的地方 緩景就問 潘發江師傅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高人跟你說話 你要問為甚麼 做就做,信就信 不信就走 有甚麼事有大洪水? 不知道 他真的走了上去 到傍晚才回來 看到整個村 人 竹山 雞 犬 一見不留 全部死掉 原來那個潘發江師傅是神仙化身的 就指點他 他可能平時有換景做得多 他經常換交 明白 令人有景 他做得好事多 令到他的家庭避了這個災劫 在九月初九 就有更高的習俗 明白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 其實 說真的 不要相信有沒有災難也好 現在抽高氣爽 走山 遠足一下 就是做一下hiking 我覺得對身體也好 呼吸 是的 短暫時間關掉你的電話 走上山 看看香港美麗的地方 遠離的煩囂 不要拿著手機 在那裡吃花生 拿著手機在那裡 我快點坐到一顆豬 可以玩遊戲 這些我都沒有所謂 就是人覺有次玩遊戲 如果你在對著他做直播 那些什麼 I have a plan I have a level 然後這樣 我看到呆了 我立刻看到我媽媽 立刻按鈕 沒事 我媽媽沒事發生 人類低能板子的東西 真的 是啊 我真的立刻留言你搞什麼 做這些事 快點捐贈你的器官 快點跑掉去 就是祝福人群 地球的資源 不能值得在你身上浪費 是 是 無論如何 不要差太遠了 我們開始出今天的脆海通信站 剛才說到登高 登高當然是給一些橫禍 而今後我和阿Berry哥 在10點出門外出的 做你老婆中國人2 我們會和大家做一些特別的 從養特輯 哇 就是在中國的橫禍 中國裏面的橫禍 很多的 簡直是數不到的 我和林康正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看完這片 不肯是 是啊 很可憐 無人來到街上等車 都要死 死了 還要一半不見了 大升降機又死 走梯 電梯又死 什麼死法 簡直是 吃了鏟出來都可能中毒死 就是死神來尿 你的戲有沒有看過 有啊 一模一樣的劇情 對 一會兒我們大家10點鐘 看看中國人在中國裏面橫死的橫禍 其實始終是人命 不應該用來開玩笑 是啊 但是真的很死神來尿 所以要認真跟大家講講 所以看看中國有幾危險 沒錯 火星 如果在火星寄居在中國的火星人 開頂去河先 我們回來火星了 這些酒特別是中國 是很危險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 做好中國人意的 中國之環禍 好啦 先買廣告吧 Bian 接著到我們的晉升大集蟹 有什麼好東西 當然有好東西 七十八頭 全公蟹 是公蟹 現在這個時間是吃公 當然是公蟹 我最喜歡的 是 七十八頭 約四兩一隻 三千八百元一來 一來一來 約七十八隻 那麼多 半樓又有幾隻 半樓就三十九隻 二千一百元 OK 我不想吃些輕盈 我想吃些重症的 好嗎 Vian 重症 不如我們說回六十八頭 四點七兩 對 那就兩隻 四 四千兩一隻 四點七兩一隻 四千九百一樓 一樓 一樓多少隻 六十八隻 半樓呢 半樓呢 三十四隻 二千六百五十塊 OK 你要一些再重症 再重症 那些真的很高卡路里 可以不可以 不要 我把布抵消了它 五十八頭 五十八頭 五十四兩一隻 OK 六千七百一樓 一樓 有五十八隻 那麼多的 大家可以不可以 如果想輕輕一點的話 就半樓吧 好嗎 好 半樓都有二十九隻 三千五百五十塊 二十九隻 其實我六個朋友 就全數了 六十五中三十 十五隻 真的等閒事 有些真的很重要 好 恐怖 其實你坐下 就慢慢吃 我知道 我家裡每年都會有這些客義 一來就招呼 我吃一個禮拜 是的 我覺得從中 不要吃那麼貴 我最準是三隻 三隻 我最準是十一隻 你不搞錯 我現在十一歲 不懂的 是呀 你可以喝花雕酒 對呀 對呀 最重要就是 介紹一下這個 南美 做個南美飯 做個蛇筋 好呀 先說一下 如果你買半樓和一樓 是包送貨的 嗯 如果你買這個禮盒裝 還有這個 晉升特備的醋 還有一個全鋼的食蟹工具 沒錯 慢慢弄出來 吃到最後一隻 都不做 對呀 不過你就可以去MHKTV 我們觀塘的基地去拿貨 沒錯 好 我們剛才有說過辣味 那辣味 我們一定要說說這件事 這個就是永興腸的 永興腸 辣腸 永興腸 沒有個人改名 永興腸 這是潤腸 潤腸來的 本地製的 完全香港製造 鵝肝腸 哦 好棒呀 這個呢 如果你拿來做這個辣味飯 是香到不得了 我們平時就是 放在飯面裡面 蒸熟它 哇 真是已經加醬油熟油 做些蔥 挺好紅 這隻就是臘肉腸 哦 一斤裝 108元 全部真空包裝 乾淨衛生 但如果有時候去買這些臘腸 它就這樣放進袋子 就肥臨臨 嗯 完全已經有真空包裝了 那你回家其實是非常乾淨的 沒錯 那大家就歡迎打去39558673 或者是上網MIHK Store的網頁裡面 就開始預訂了 訂了之後呢 我一個禮拜後就有貨給你們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要集齊一些貨 嗯 下訂單 它就要送過來的 那大家就記得幫忙 記得打電話來 另外呢 就有這個 的臘肉王 很漂亮的 大家看看 油脂和肉 剛剛分佈得最好 沒錯 很平均 希望大家放近一點 不知道看到不看到 OK 那這個就是本地製造的 香港的臘肉王 OK 那也是好東西來的 那大家就記得來MHK Store 幫忙 這個一斤裝98元 也是非常划算的 即是如果大家有隔個價 這些本地製造的臘肉 其實當然吃得安心 吃得放心 還有好味道 還有方便啊 不會手切粒粒 就不怕 即是 即是說真的 你吃完在大陸東西 下肚子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都不知道什麼大陸東西 沒有錯 所以最重要是我們來買 一定是香港貨 好 先說這麼多一款 這些東西全部在第10月29日的開放日 是有得買的 OK 還有一隻好東西 你這些日文可以說嗎 這個有子Sake 這個呢 是史多啤梨Misake 這個是原味的 大家都是甜的 那跟其他Sake有什麼不同 Sake是米造的 那這些呢 就會使用史多啤梨釀造出來 就是釀法有一點點不同 那喝下去呢 就會有柔滋的香味 其實最重要是有氣的Sake 有氣的Sake 有氣的Sake 就在香港裡面 都不是那麼容易賣的 那這個就是多機雜貨的 其中一個重點 我們會推介的東西 很便宜啊 但是它的質地呢 質量呢 是絕對不會被那些地方拿的 那裡起碼八五元 一張最少 一張 而且不是這個質量的 沒錯 那這個是含這個 黑松露的percentage 可以說是全香港裡面 最高的 買過百萬 差不多了 也有幾樣東西會說 如果遲些在11月份 或者是12月29日 你上來我們的開放日 你會發覺我們的基地 是改裝了一些 因為我們已經下了訂單 就是在公司裡面 我們會做 我們MIHK Store的實體店 實體店啊 就是我們會有貨架 還有我們有 各種不同的產品 會列出來 在貨架裡面 有專人解釋給大家聽 和大家接下訂單 有銷售 我現在正在搞信用卡 變成大家可以放心 去買 那大家可以上來多些 隨時上來買都可以 那在11月後 我們希望 我們連星期六 我們都會開放的 那方便大家 例如星期六 你上來買東西 都可以的 就是早上的12點鐘 到晚上的6點鐘 是我們營業的時間 那大家密切留意 那好 另外有一點要說 多一點 他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MIHK的Apps 怎樣 有些什麼要說了 我新版本 有聲音直播功能 沒錯 很多族友說 喂大哥 我們真的 身水有限 Data Plan是很貴 或者有時候 用了Data功能 對 很多人打來投訴 Data不行 那怎麼辦呢 他看不到Live 很窄勢的 所以 又見及此 我們要加多了 這個聲音直播功能 變成大家 如駕駛車 或者不方便看畫面 但又想聽 Berry晚報 或者看做戲 中國人 大院有樂 之類之類的 現在在戶外 你可以減少些Data 可以用聲音直播功能 現在剛剛iOS 和Android的版本 都已經準備好了 好啊 實在太好了 所以我還有麻煩你 現在麻煩 立刻上你的iOS App Store 或者Android 是否叫Google markup Google 聽到是Google 對 那你就馬上下載最新的版本 你就馬上可以用到 這個聲音直播功能的 播放方法 沒錯 就算你在我們鄰近國家 都可以聽到 是嗎 可以嗎 不行的 但我要他們下載 然後就可以去聽 因為他們就是這樣做的 他們跟我說 OK Anyway 我前一陣子就Solo說過 就是MIHK的支援隊 是不是 嗯 這陣子也有很多老友記 就是智隆晴英來幫我們 我們也是 因為MIHK的支援隊的Lance 我們找到一個 會計的專才來幫我們 我們很多謝Sandy拔刀相助 也有 多謝Kevin Kenneth Kenneth是一個IT的專才來的 他就會支援我們 接下來的一些賽馬節目 有同一個關於追求書 Albert 就現在看做個社群網絡 中文的Youtube的反面 有那麼多中文字幕 其實也是靠他幫助的 辛苦你了 Albert 也有Joe Joe也是上來跟我聊聊 怎麼可以在網購合我們 大家去合作 當然 是我們其中一位支援隊 隊伍的手足 神槍 神槍他每個禮拜對幾天 幫他做剪片 幫他搞IT 各方面的事 好感激各位 謝謝各位 各位有其能意识 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或者WhatsApp我们 PM我们 有些什么可以帮到手 大家即管合作 开声 大家希望尽量做好那台 另外也在这里呼吁 一年后 我们也有一些傢俱是不要 但如果有一些 用的旧了 真的用不了 我们上一年 搬来的时候 开业的时候 其实很多傢伙都给了家俱我们 是啊 多到我们摆不及了 是啊 如果有些工作桌子 或者工作室 你们多余的出去 或者搬办公室也好 搬地方也好 咦 有些地方想扔 但这个也很新的 又不知道去哪 可以找我们 没错 打给395-567-3 告诉Christy 或者传一张照片给我们 我们看看可否用得着 那些东西循环再用 不要浪费 是啊 环保 没错 剩下的时间 我想介绍一些新的节目 就是 吊出香港 Yeah 没错 这个就是刚刚前一阵 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去过温哥华拍的 我和KC Sir 拍了一些湖干山色 和当地的风土人情 文化 饮食 当地的华人生活的情况 是怎样 那我给大家看一条宣传片 播放的宣传片 我们下期见 很开心 看到你们 我不想回来 是的 很羡慕 这些地方有美人又好 食物又好吃 不过找食物就非常艰难 真的是加拿大来的 那的确要先回来 先回来 我们现在已经将拍了一段片段 交给我们的后期制作团 正在剪辑 快卖家边正在剪辑 密切留意我们的播放日期 希望在10月内 或者11月头 我们可以找到适当的time slot 就是播放出给大家看 OK 那我亦都讲多一件事 今天我上来我当然讲大远游乐 大远游乐有一位族有 又是我们这些支援队的手足 Patrick 就和我设计了很多的行山的路线 哦 香港的 你知不知道香港的hiking 是其实世界有名的 因为冷闲 不是 其实风景一样都漂亮的 有古迟天会不见的 所以很多的外国人 譬如是甲仔和南韩人 或者是一些德国人 他们很喜欢在秋天这个时期 特意飞来香港行山 这些我知道 甲仔叫我自己 所以我们这些有见及此 其实很多我们的同胞 香港人的同胞 秋天也好 冬天也好 都躲在家里不动的 也不知道香港很多行山的地方 是其实很漂亮的 那我就会在大远有个开发 一个新的题材 就会和大家行山 OK 介绍一些香港的行山路径 以及发掘一些香港 另一个漂亮的角度 给大家看看 哪种漂亮的角度 我试过行山 走到全部高级住宅区 哇好美啊 哈哈哈 你是不是走去拿衣衫的 大哥不是的 你是定阳明山庄附近 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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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屋子很漂亮 但是譬如有些去一些 远的地方 譬如香港的南端 香港岛的南端 鹤咀那些地方 其实这些景色都是很漂亮的 那希望我们也都可能会 找到PoTalk的老友记 Gabriel 出动韩帕 哇 那如果可以做到就很英俊了 整件事就是一个很漂亮的 香港的湖外郊野公园 行山路径的一些节目 哇 那希望大家 当然要吊鸠岩真英 将一些郊野公园来起屋 那就是打起来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真的香港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行山的 身体也好 呼吸新鲜空气 亦都欣赏一些香港漂亮的景色 希望藉着这个节目 介绍给大家 嗯 那另外一个节目 我这个题材我就很想做的 就是会探险一些香港的废墟 废墟啊 是啊 哇 通常都是不是军营那些吗 不是 其实现在呢 原来有些地方呢 有些整条村都是废墟的 哇 不是啊 香港有些这样的地方 是有这样的地方 那或者有些古屋 都是没有人在的了 那我前一阵 我就去了摩星岭的白屋 就拍了一些片 危险啊 不会有肚肥的那些东西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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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那我们就遲些在这个六七暴动里面 这些片段就会变得翻出来的 嗯 那变了会除了一些口述历史 嗯 就是有先人和啊啊啊啊 那两个walking dick 那我们会介绍香港的文化啦 香港的奇案啦 我记得香港的历史啦 我们也都会开发一些新的题材 譬如香港的一些废墟 香港的一些行山的路线的 那希望我们的节目更加多元化 就是目求带出香港的不同的精神面貌 给各位做一些digital的历史的record 留下给我们的下一代或者年轻人啦 OK 不过你不说了 我也不知道有废墟 你不知道有废墟 是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大院有乐》啦 OK 那另外呢 《北沉岚》呢 就做了下个星期五呢 哇 他们就结束了 很痛啊 是啊 等下Debbie下个星期告诉你 究竟哪个 哪个位置选了 是啊 是冠军了 是啊 哈哈哈 OK 那就说多一件事 那我们MHK 之前我也有跟大家讲过 我们要重新整个所有的节目 和我们的频道 那在这方面我仍然在工作 那在适当的时候 可以很快跟大家讲 我们的频道的mapping 会是怎样的 即是怎样去插发 什么节目去进什么频道 我们怎样去跟MHK新木台的节目 再互相鲜接 做几条不同的有趣味啊 开中名义的频道 给大家去欣赏啊 和我们新的收费会是怎样的 那我不会立即alarn 新收费 就立即开波 会这样去做 我会在来的最后通讯站里面 再跟大家分享我的构思 那大家可以给我的意见 我再修正我自己去launch出来的 那可以guarantee大家的 我们现在的IT的同事 就已经密罗紧固 在做我们的网站的改组啊 嗯 稍后呢我们的网站呢 希望在10月内呢 就要换言一新的推出给大家的 OK 那 如果大家对网站有什么不明白呢 都可以打来我们的电话的 是的 参加5673 没错 那就在10月的29号 再次讲多次了 我们的 开放日 和MHK的开放日 在那里 有饮有食 OK 我现在还在睡着 小丹呢 那天可不可以帮我一个限定的时间呢 化妆 化妆玩 Halloween 另外先人夜话的网聚啊 宵夜食的网聚啊 那也都是 已经是接受报名的了 那老仙希望可以吹老鸡有50位族友去参加 而呢 他 之后呢 就会 和大家在10月 我忘记了是30或是多少 一会做完 做了中算站 就立刻播回先人的影片 给大家知道呢 未来他的网聚会是怎么样的情况 那就不要用我们的蝙蝠去讲了 直接给个commercial 大家看啦 大家看啦 差不多了各位 那下个星期再见 没错 谢谢Sivian 拜拜 拜拜 谢谢你 拜拜 秋天到了 最好就是一大班人一起BBQ吹水 整天在节目上看我煲汤就煲得多了 想和我一起聚一下 聊聊天 一起玩餐饱 今个月30日一起参加网聚 一个人只需要280元 当日还有很多食物 还有牛扒 猪扒 鸡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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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还是任喝任吃的 虽然我另外一个节目叫先人夜话 但我们今次真的是烧饭吃 不是烧完果蜡烤香 由即日起 至到19日 两个星期内 如果满了50人的话 网组就可以如期举行 如果超过100人 我们还可以包场玩到瘋 大港特港都没问题 快点打上来我们MIHK的网店 或者打来39558673登记 记得成功入数之后 我们才会确认帮你们留位 如果到时人数不够50人 今次的活动就取消了 我们都会全数还款给你们 我先人约定大家 到时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